皮肤是人体抵御外界环境牵入的第一道关口,具有保持人体水分、保暖、阻隔、触觉的作用,人大概在25岁左右,肌肤就开始走下坡路,出现皱纹、色疤,变得暗淡甚至发黄、毫无生气等等。 这对于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烦恼,尤其是爱美的女士们,谁不希望自己的肌肤能够永远青春,亮丽又光泽,谁不希望自己的肌肤白皙、透明、无瑕疵呢? 这五种食物可以让你的皮肤重新坏发活力,水是构成人体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成分之一。 不但具有调节人体生理功能,维持生命存在的重要作用,而且对于人体皮肤来讲也是关键所在,皮肤跟类细胞中间需要水分的充分填充,才能使皮肤的各个部分间保持相互活跃的距离, 即使有在充足水分的滋润下,皮肤才会看起来细腻、红润、又光泽。 所以,要想皮肤显得饱满,每天坚持足量饮水很重要。 粗粮,粗粮是相对于我们每天吃的细腻白面而言的。 与之相比,粗粮的加工过程简单,营养成分丢失极少。 如B族维生素,B族维生素是人体必须的水溶性维生素之一。 具有促进人体代谢、辅助细胞、氧化还原等作用。 人体内的B族维生素充足,能维持皮肤与棉膜的健康。 保持皮肤光滑有弹性,想要皮肤充满弹性,可以每天都适量吃一些粗粮。 对促进味肠道的蠕动,防止便秘,排毒等也计有好处。 新鲜的代色蔬菜,如今正值夏季,是大量有色蔬菜生产的季节。 例如红色胡萝卜、红、黄色的菜椒、紫色的甘蓝、绿色的西兰花等。 这些蔬菜之所以五颜六色,是因为其中含有的植物化学物。 同时新鲜的蔬菜又是维生素C等的重要来源。 这些营养成分都具有超强的抗氧化性,可清除人体内导致人衰老,皮肤变暗淡的自由基。 因此尝试一些抗氧化功能较强的蔬菜,可以炎化皮肤的衰老,减少肌肤中黑色素的沉淀,导致肌肤的白皙无瑕。 豆、蛋、奶,要对抗肌肤问题,外部保养只是一个重要方面,内部调养才是基本的关键所在。 而人体的内部调养,又离不开蛋白质的参与。 蛋白质的不但具有促进皮肤免疫的功能,可改善敏感性皮肤的抗护蜜能力,从而防止皱纹的发生。 大豆、牛奶及鸡蛋等食物,都是人体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。 所以,要想使皮肤性呢,又滑,又弹性,这些食物都是每天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贝克雷亥产品,新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之一,更有着生命之花之称。 其实,新元素不但与人体的生长发育等关系密切,而且对于维持皮肤的健康疑疑重大。 因为新材郁蛋白质和多种酶的合成,以及细胞的生成,所以每天适量补充膳食心,可让肌肤水嫩,细腻有弹性。 贝克雷亥产品,乳母粒、干杯等,都是新的记号来源,所以每天应该适量进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